嗨,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老闆 前幾天,今天10月27,28號 前幾天10月26號呢 如果有聽我的podcast,應該就會 聽到說我前幾天差點 要被強制撤離我家,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邊,Irvine這邊剛好有一個火燒山 而且燒到離市中,就是往社群 那當然,我有一些朋友其實離那個 住在山上邊邊的更近,他們很早就已經撤離了 那我這邊是幾乎也差點都要撤到了 我們基本上一整天就煙霧瀰漫啊 家裡都可以聞到那個燒焦味 其實也不能說算是很恐怖,但是就是心裡會緊張的一天 但是非常慶幸的是呢 我們這些消防隊啊,消防隊員非常厲害 非常盡責,保護到了每一個居民 目前我聽的是沒有任何一個房屋受損 所以這是為他們大家鼓鼓掌 Anyway,我們今天要來幹嘛呢? 開箱 這個呢,是什麼呢?這個是Shir 它前幾天剛出的MV7 MV7的一個麥克風 那這個麥克風比較不一樣 那之前我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我手上這個是SM7B嘛 那這個多數大家都可能錄音啊 或錄Podcast才會用的 那 那麼好的麥克風呢 它沒有桌上版本 那話不知 Shir就出了一個桌上版本 它同樣也可以用XLR接頭 也可以用USB接頭 接到你的電腦啊 或iPad上頭一起用 那我們現在就來打開給大家看 並且來做一些那個錄音的測試 給大家聽說它的音質是怎麼樣 OK,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OK,我在這邊就慢慢開給大家看了 那這個我為什麼會買它呢? 因為它的價位其實不是很便宜 它的定價是大概250塊錢美金 那其實大家會覺得說 這個麥克風你如果是要錄You 不是錄YouTube啊 比方說你自己要做直播啊 或者什麼的 250塊錢美金的麥克風 其實好像聽起來有點貴 因為外頭市面上 比方說什麼Yeti The Blue Yeti的麥克風 或者我們之前 這個有開箱過這個 那個RODE的那NT USB Mini 其實都沒有那麼貴 那為什麼這個麥克風要這麼貴呢? 嗯 主要是因為 你知道Shir的東西 其實都是做得很好 而且你知道 這一支Shir SM7B 其實是非 這是一支400塊錢美金的麥克風 但它的音質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那同樣的呢 呃 據我了解 這支MV7呢 也是利用的做法啦 處理 處理音質的方式呢 其實跟SM7B是類似的 所以呢 你如果想要有SM7B的那個音質 但是又不要花400塊錢美金呢 250塊美金應該就是你最好的抉擇了 OK 那我們現在打開了 它裡頭就有一大堆有了沒的 那說明書啊 先不要看 這邊是有一張是說 你如果要去做一些調整的話 它有 那個可以去下載它的APP 在電腦上頭的APP 好 那我們現在把麥克風打開給大家看 基本上它這個就是麥克風主體 盒子裡頭 還有一些什麼 保固啊 一大堆有了沒的 那這邊的呢 應該就是線 一條 Mini MicroUSB到USB-A的線 怎麼不用USB-C勒 真是的 然後 這裡這一條 喔 這裡啦 這裡是 MicroUSB到USB-C的線 OK 所以它給你兩條線 但它裡頭並沒有給 嗯 那個XLR的線 所以如果是要接XLR的人呢 我想應該自己已經有線 所以這個問題不大啦 好 那盒子裡頭呢 除了這樣就沒有太大東西 我們就把盒子放旁邊 我們把麥克風主體打開給大家看 大家目前看到這裡會不會感覺 好像 有點似曾相似的感覺 因為它其實就是 迷你版的 SM7B 對不對 你看SM7B是這一隻嘛 它就是其實是縮小版 它的大小大概 這樣子 比它小一點 但是它上頭有多一些其他功能 好 那我們這邊後頭呢 一樣就是 這是XLR接頭 USB接頭 那這裡是有一個是那個耳機的接頭 所以你在講話的時候 你也可以自己監聽喔 那它在這裡呢 還有一些其他的 那個設定啊 呃 比方說靜音 然後呢 那調音質音量啊 等等之類的 這個是 你一定要接了 電 然後接了USB 才有辦法用的 那基本上它其實 道理是一樣的 只是 它的做法 可能就沒有像那個 SM7B那麼堅固啦 因為它這個其實外頭就是一個 很簡單的海綿套而已 OK 好 我們現在基本上它就長是這樣子 然後呢 它這個你如果要 呃 放在桌上用的話 你可能還得自己去買另外買一個架子 因為它這個並沒有給 一個架子 但是其實你如果真的是這樣放著 還是可以用啦 只是比較不穩而已 好 OK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 來跟其他 呃 麥克風來做個比較 給大家聽聽看它的聲音差別在哪裡 有 那大家也可以那個 那個 跟那個內建的那個麥克風來做個比較 好 我們先從那個 這支是 Shure MV7 Shure MV7 我們來聽聽它的收音感覺怎麼樣 好 這個是Shure MV7 這支是250塊錢美金的麥克風 好 那我們再來這一支是 Shure SM7B Shure SM7B 這支是400塊錢的比較 非常專業的麥克風 大家可以聽聽看 然後這裡呢 就是iPhone的收音 iPhone的收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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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聽聽看 Shure SM7B Shure SM7B Shure MV7 Shure MV7 然後我現在這個Shure MV7 是接在XLR那個 接線上頭 我等一下會換到USB線 把他的聲音錄給大家聽聽看 ok 好 我這邊是接好了 我現在這個錄音 是在用Shure MV7 接了USB接頭的那個錄音 給大家聽聽看 他的畫質怎麼樣 大家可以去跟剛剛之前的比較 那這一支是Shure MV7 Shure MV7 那這支呢 就是Shure SM7B Shure SM7B 以及iPhone iPhone 以及iPhone 齁 大家可以聽聽看說 到底哪一支聲音比較好 ok 可以自己做個比較 ok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這個 Shure MV7的這個麥克風的 開箱影片 在這邊跟大家做分享 呃 做個總結吧 我覺得 呃 因為原本那個 就是 S7B 就他的那 Shure的這支 就是非常經典的這支麥克風 齁 其實很貴 那突然一下這個MV7出來呢 他竟然 那大家應該也有 剛剛有聽到嗎 他的音質其實 不比那S7B差 而且他的價錢又便宜 他只要250塊錢美金嘛 那更何況他還可以 在JUSB的情況下 我覺得這支麥克風 以一個就是 跟400塊錢的麥克風比較的話 音質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喔 那當然 呃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 他有點貴 對沒錯 因為 從一個你如果要CP值高的一個 觀點來看的話 有其他比他便宜的麥克風 也可以達到你的效果 只是或許就是沒有像 SM7B跟MV7的音質那麼好喔 呃 但相對來說的話 這邊就大家自己要做個拿捏嘛 對不對 那我個人覺得是 這個250塊錢花下去 我覺得是值得的啦 因為這樣子 我會等於是有了一個 可以隨身攜帶的 SM7B 呃 到處跑喔 因為SM7B的問題是 他只支援那XLRG呢 接頭 所以通常你需要帶很多器材 你才有辦法隨身用 所以呢 他其實並不是一個 可以隨身帶跑的那個麥克風 那相對來說 因為MV7支持這個 USB接頭嘛 那所以呢 基本上我可以接的iPad用 或者也可以接那個 筆電用 都可以使用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個功能其實非常非常好 OK 那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記得在下頭留言告訴我 一一幫大家回答喔 大家如果還想看什麼樣的其他影片的話 也在下頭留言告訴我 記得按讚訂閱以及按下小鈴鐺 以及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喔 那我是胡老闆 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